與蕭永青對談 先生,你最近的兩篇文章提到美國總統選舉 看得出你的不足,對特朗普相當不滿 對他的行事,或者一些過去的行為 但你第二篇文章,你又說估計他 應該是否有機會當選 兩篇文章,你想表達出一個什麼訊息? 當不當選是一個客觀的評估? 現在其實這個時候都沒有人知道 投票選民在投票前最後的刹那 都還有改變的機會 美國的選舉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機制 很多人可能估計不到 如果現在你看民意 大部分民意的調查結果都是拜登領先的 不是領先少,也領先有些10% 如果只有兩個黨,一個領先10%也很多 但這些是數人頭而已 美國其實跟香港一樣是間選 有個選舉委員會 他有一些州,其實長期支持民主黨 譬如加州,長期支持民主黨 人又多 你在加州拿到幾票,不影響大局 即是在一些搖擺州 那些州,他的選擇就是少數有決定性的選票 那些地方你去爭取到,你就效果大 還有美國之前的觀察都看到 自由派或是少少偏左的勢力在傳媒 在知識分子輿論上佔優 但美國其實有一批是相對保守的人 那他其實可能支持特朗普 特朗普你不要當他傻 他講的話,在香港有些人覺得政治不正確 為何政治不正確他還講呢 現在全部人用大數據 他知道說這些會鞏固他的支持者 會吸引了一些新的人去支持他 他才講的 所以譬如他對警察暴力 他是以香港人的角度 他不算政治正確的 他動一下就說派軍隊 又說我的軍隊武器精良 甚至幫警察講話 有個人開槍打死了一些人 他就覺得他是自衛 其實他做這些事 我認為他都有計算的 即是他覺得講了會得益 因為我說輿論在自由派手中 即是民主黨掌控的比較多 但是在保守的選民裏面未必是這樣 有些調查就說 美國的傳媒 譬如計算上網站 各千間裏面支持特朗普的相當少 雙位都數得益 另外一樣的奇怪 正如你所說 即使左派、知識分子、新左都好 雖然他們支持民主黨 但是一些傳統的勢力 或者一些所謂的新的保守主義 其實對特朗普相當之信賴 上一次選舉已經看到了 今次每個情況都差不多 我覺得都有機會 即是我沒有這些調查 當然沒有 但你聽過有一些人說 在搖擺州做的調查 在關鍵州還有機會勝出 其實你所說的搖擺州 譬如威斯康星、密蘇里等 都是比較上經濟不太好 是不是特朗普雖然是一個商人 但是他對於中下階層的吸引力 是比民主黨大呢 他的吸引力 就是民族主義 白人至上 他一樣 好像香港政府一樣 學校教育得不好 要來新一輪的愛國教育 他就是以我現在為美國人 去爭取更大的權益 美國人現在生活得不好 中國拿了你的工作 搶了我們的知識 他給低下層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跟大陸鬥地主一樣的 你們現在這麼慘 最需要是地主的 最需要是資本家拿出來鬥 分了他的田地就可以了 那些人接受一些很簡單的結論 覺得跟他就有希望 拜登那套東西走了十幾二十年 不見有什麼好處 你就走回以前 希拉里那套 奧巴馬那套 很明顯 特朗普那套和那套是不同的 實際很多簡單很多 他經濟價格也不好 他股市慢升 你看我們的股票升多少 還說差 現在不知道有些人說 應該給美國 泰遷給美國人買股票 買股票股票升就個個發達 他會用不同的方法 其實他管治得不好 但是他在管治得不好的基礎上 他都有事自圓其說 還會說現在實際上他做得很好 有人相信 這個世界其實真的 我自己看 很多人都不是真的眼睛雪亮 是不是很反智呢 其實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特朗普的女兒 女婿、兒子 都有幫他站台 或者出任一些政府的職位 另外他也特赦了一些 跟他有關之前犯罪的親信 他的親信 幫他頂罪 禮手判了沒多久 就叫他不用坐牢 但是在這麼多新聞的情況下 他都仍然有一定的表現 他搞烏克蘭的總統 拜登的兒子在烏克蘭做生意 說他要逼他展開調查 說拜登的兒子貪污 叫自己的領事一起去向總統施壓 有人告密 人證、物證、各樣都俱全 美國的制度就可以讓他繼續做總統 這個是不是反映了 當他在某一些民生事項上面 那個slogan的口號叫得很響 剛才我們說的負面事項 選民都會放在地址上 這個世界 美國的先言 即是美國第一批起草憲法 那些國父級人馬 都是一直擔心 即是被普通人選總統 會選出一個對國家不利的總統 所以才搞一個選舉委員會 大家選一些聰明的人 有思想頭腦的人去選總統 你們就不要選了 你各自選代表出來選 原本都是這樣的 但現在那個政治制度演變到今天 我覺得美國已經藍住 即是美國的制度已經藍住 即是選舉人要根據 即是特朗普這些人做總統 他又不交稅 又玩女人 又不尊重女人 又不尊重基層 如果以政治的角度 很多都離譜 出議反議簽了一些和約 不是和約 簽了國際協議 退出 退出 國際法庭說他在阿富汗犯了戰爭罪行 你再說我制裁你 別人罰了他 判他有罪 他說 來美國的財產又封了你 連是家屬都說要動你 這麼兇的 這樣的人都可以選出來 不過現實歸現實 現在這一刻 你猜拜登和特朗普 哪個機會大一點 我自己還是猜特朗普的機會大一點 好 究竟施先生猜得對不對 11月3日就有結果 今天跟施先生談到這裡 多謝